全部禮拜 喝什麼 拍下 拍下 酒店再爆衝突 快打警力到場 迅速控制場面 刀子放下 刀子放下 我趴下 趴下 你給我趴下 噴灑辣椒水 拔牆賀斥 遠景強勢作風 讓瀉鬥的兩派人馬 乖乖就煩 趴下喔 這個先上銬 這個先上銬 過來 20多名酒客一一被上銬 但人數太多 警方分三次把人押回警局 雖然短短三分鐘 轄取警力就押制 鬧事酒客 但還是有三人 中刀掛彩 酒車到場把傷者送醫衝突發生在 24號凌晨台北市中校東路上的 這間酒店 雙方原本在不同包廂飲酒 疑似都有幫派背景 離場時在電梯口爆發口角 演變成21打4的大亂鬥 其中三人被亂刀砍傷 還在醫院救治 這個消費結束之後 在電梯口發生衝突 因為口角產生一些衝突 進而推打 酒客十刀大亂鬥 酒店再出包 儘管轄區警力第一時間平息衝突 但特種行業出入複雜 不從政策面著手 行政院長口中說的打架換局長 恐怕只是治標 一致本 記得黃天上許志成台北報導 好 好 好